关注下条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 在不久前曾放话称 若大陆攻打台湾 美国会不惜炸毁台积电 该话题也掀开了 台湾与美论的热议 然而奥布莱恩日前 参访台湾地区时 蔡英文竟然亲自给她授勋 这一下可把台湾民众气坏了 报道称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 日前以所谓美台关系工作小组 主席身份率团窜访台湾地区 蔡英文还亲自给奥布莱恩 颁发所谓特种大寿警星勋章 据了解 奥布莱恩获得的是所谓一等勋章 与去年三月 民进党当局颁授给美国前国务卿 蓬佩奥的一样 获得勋章的奥布莱恩相当得意 声称美国已经通过 180亿美元对台军售计划 其中包括鱼叉反舰导弹 和毒刺防空导弹等 这将使台湾成为豪猪 变得更强壮更安全 对此 莱银直接对上奥布莱恩 中国国民党集民代李德韦表示 不要把台湾变成利用对象 台湾花了这么多预算 是希望能防卫自己 而不是人家利用的对象 更不能成为豪猪 美国要把台湾变成他在亚洲最大的军火库 他给我们武器 可是美国大兵不会出兵 美国这样子不断地把台湾变成豪猪 那就是准备两岸要打仗 那成为豪猪或成为刺猬 地方到底在哪边 一定在台湾 做豪猪做刺猬的结果 是要牺牲我们同胞更多的性命 更让岛内气愤的是 就在前不久 奥布莱恩还在叫嚣 美国宁可摧毁 包括台积电在内的半导体工厂 也不会让这些工厂落到大陆手中 这进一步坐实了 美国的确有所谓毁灭台湾计划 而且正在实施中 中国国民党前副秘书长蔡正元 日前怒批 这些人的邪恶心态 就是美国和台独得不到的东西 就要摧毁才不管台湾人子子孙孙的死活 他直言解放军的战略很清楚 从没有摧毁台湾平民设施的计划 反而是美国的兵推 一直在计划摧毁台湾地区 还要民进党当局当帮凶 这就是为什么奥布莱恩 会跑去美国最有钱的 台独智库任职的原因 原来台独就是要配合美国 共同摧毁台湾地区 3月22号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就美高官在台授讯提问 对此汪文斌表示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位美国白宫前高官 不久前还声称 美国宁可摧毁包括台积电在内的 台湾半导体工厂 也不会让这些工厂落到大陆手中 台湾民进党当局 给这些鼓吹毁台计划的人授讯 只能表明他们嘴上说的爱台是假 卖台才是真 相关问题 我们来临见北京演播室的嘉宾 时事评论员张斌 赵先生您好 蔡英文居然颁受所谓勋章给鼓吹摧毁 护台神山的奥布莱恩 对此您有何评价 首先奥布莱恩发表这样的一个言论 是基于他顽固的一个反华的立场 我们知道奥布莱恩特意强调 要把台积电要毁灭掉 其实一方面是奥布莱恩个人的这样一种立场使然 另外一个也是美国不希望台湾能给大陆提供 任何有益的有价值的东西 所以采取这种所谓交土战略 来最终让大陆拿到一个 没有太多经济价值的台湾 这是美国的其实一贯的一个立场 所以奥布莱恩说出这番话来并不奇怪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奥布莱恩说出这番话 不仅是基于他的反华立场 同时也意味着奥布莱恩背后 跟这个民进党当局已经深度的勾结 并且被台湾收买了 大家都知道 在美国华盛顿曾经有一个智库 这个智库的名字叫全球台湾研究中心 那么前不久也传出消息 奥布莱恩要担任这个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 这个相应小组的一个负责人 我们都知道 这样一个智库曾经被我们批成是 这样一个是有海外的台独势力 和民进党当局共同资助的 一个向美国国会游说的这样的一个智库 所以这里面充斥着很多的钱的 这样一个内幕的交易等等 所以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再基于自己反华立场 奥布莱恩说出这番话来并不奇怪 关键是毁灭台积电 等于是毁坏了台湾最主要的一个高科技企业 这样的一种毁台论 在台湾岛内应该说引起了大家高度的一个关注 民进党当局不仅不去驳斥 不仅不去反对 反而要给授勋 这无疑是引狼入室 任贼做父的一种手段 正像外交部发言人所批驳的那样 这些人看似好像是爱台湾 其实他们确实在毁台湾 那么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样的一种伎俩 其实也反映出了 美国和台湾地区的民进党当局的这种深度勾结 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这种深度 那么民进党当局也在一味地配合着美国的战略 完全按照美国的这样一个指导旗 在两岸关系上运行着相应台独的一个手段 这样的一种动作 那么迟早会给台湾带来灾难 好 感谢张先生的点评 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 普瑞哲22号在台北的一场演讲中表示 若两岸发生战争 估计美国需要一个月才能够抵达 普瑞哲还建议台湾地区各政党 应该共同协商出一套跨党派的两岸政策 以传达台湾未来路线的客观客信 例如要求民进党暂停所谓台独党纲 普瑞哲在演讲中建议台湾地区各政党应制定一套一致的政策 以应对点案关系和其他眼前与未来的挑战 普瑞哲还说若点案发生战争 即使假设美国会介入 估计美军也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以紧接知识抵达台湾地区 普瑞哲还宣称降低点案冲突风险的方法之一是增强所谓威慑力量 美国一直在增加对台军售 台湾地区也在增加防务预算 希望这些作为可以增强所谓威慑力量 普瑞哲认为美国政治人物争相支持台湾地区 中美关系的消极等因素未必会导致战争 但仍可能会发生连岸军事冲突 因此要建议美国的朋友不要制造不必要的危机 相关问题我们马上来联线台北的时事评论员唐湘龙 唐先生您好 您认为为何普瑞哲会在此时发表这番言论 这样的话民进党当局会听得进去吗 你听到普瑞哲这样的讲话的时候 听起来似乎对民进党来讲应该会很刺耳 可是你要知道普瑞哲这一次到台湾来 固然他也接受了台湾比较偏蓝的媒体的邀请跟访问 可是主要邀请他的是台湾深绿的独派的智库 邀请普瑞哲来台湾 因此他的讲话是在一个绿营非常清楚的知道普瑞哲会讲什么 而邀他来 我简单讲普瑞哲讲的是民进党现在要的 民进党因为他自己要做他自己的路线的转型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去对自己的支持者交代 因为过去对自己的支持者那种灌台独的迷汤灌太多了 现在他要换菜单的时候他对他支持者说不出口 所以借着普瑞哲的嘴巴来讲出他要去说服他自己支持者的话 普瑞哲的讲话反而预告着民进党在选战的这一年 选举的这一年基于选举慎选的需要 民进党正在调整他的两岸论述跟两岸互动的方式 因此他不是为难了民进党 相反的民进党用了普瑞哲的嘴巴 讲出了他想要听到的话语 好的主持人 好 感谢唐先生的点评 我们再来关注岛内选举 中国国民党在22号下午举行中常会 党主席朱立伦宣布将采取征兆的方式 推出国民党2024年坦白地区领导人候选人 而对于具体的时间 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洪孟凯表示 在6月18号明代第三阶段提名结束之前 就会确定征兆人选 22号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中常会上宣布 针对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提名 经过征询 大家共同意见是采取征兆的方式 推出国民党候选人 据台媒报道 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国民党以新北市长侯友宜呼声最高 台湾资深媒体人赵绍康 台湾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 及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也表态争取提名 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洪孟凯表示 国民党征兆将采用协调式的民调 将台面上的潜在人选都纳入 在6月18号明代第三阶段提名结束前 国民党就会确定征兆人选 此外国民党在22号还宣布 2024选举的明代提名将回归 国民党中央提名委员会 由朱立伦担任召集人 委员会成员包含夏立言 黄敏慧 连胜文三位副主席 秘书长黄建廷 台立法机构国民党团总赵曾明宗 以及新北市长侯友宜 台北市长蒋万安 基隆市长谢国良 桃园市长张善政 台中市长卢秀燕等14位县市长 一起参与提名 共同全力复选 我尊重党主席的安排 对党提名委员会各县市所长们 只要党有需要 大家都义无反顾 每一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方向 也能够来挑起重则大论 潜力以赴 相关问题 我们再来请教台北的时事评论员唐香龙 唐先生 您认为中国国民党为何要选在6月18号之前 确定征兆人选 好的 因为6月18号的时候 国民党的表弟所有的做初选的提名 大概全部都完成 把最重要的事情到最后再决定 这跟颁奖点也很像啊 最佳导演 最佳男主角 女主角是放到最后面 前面都是技术性的奖项 所以放到最后 这合理的 摆到后面还有一个含义 就是众望所归的人 从现在开始就要参与整个党内的 各项的提名跟选战的计划 所以侯友宜进来 侯友宜已经进到了 就党的这样的一个选委会 里面的未来 到底各个选区里面的提名 以及未来的辅选 要怎么样去进行 潜在的那个 大家都知道会被征召的对象 他必须要参与 因为这些人是要跟着他一起打仗的 因此你每个地方要提谁 你必须要得到这个潜在的 被征召的这个党的候选人的认同 所以当然今年如果六月份能决定 已经算提早 而且也相对单纯化了 如果最后是侯友宜 他能不能创造一个蓝军的大团结 而且是我形容的 很优雅很有美感的团结 这就等着看 好的 主持人 好 感谢唐先生的点评 据台媒报道 民进党22号举行中职会 通过党主席赖清德参选 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资格审查 将在4月12号正式提名 民进党22号举行中职会 开会不到10分钟 各派系就一致拍板 同意赖清德的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 候选人资格 将在4月12号正式提名 我能够特指 他绝对是一个最好的候选人 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民进党确定由赖清德出战 但外界好奇 他的副手会由谁来担任 台湾网站雅虎奇摩 在22号进行了一份网络民调 结果显示 有6.8%的民众认为是陈建仁 有13.3%的民众看好郑文灿 有10.5%的民众投给郑立军 有29%的民众相信是肖美琴 另有9.2%的民众认为是其他 以及31.2%的民众不知道或没意见 肖美琴看好度排名第一 此外 虽然戴清德已就位 但2024台立法机构 明代的部分 目前民进党内初选竞争激烈 我想 民进党 上次败选之后 我们做出改变 也做出改革 就要有被讨厌的勇气 去年民进党九合一大败 民进党及明代和这位曾痛批 民进党的败选检讨报告 只是走了个形式 这次2024他想连任选明代 但党内有人跳出来挑战 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预写领表登记党内初选 要挑战何志伟 另外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许舒华 及洪建毅都想选台北市 南松山信义区明代 基层也希望赖清德能亲自协调 民进党并没有所谓 党内互打道 刀刀剑骨 或者是好像变成说 整个党已经内斗到 影响到主席的威信 有关2024的地位的提名作业 在登记截止之后 就还是要交有 这个2024的提名特别效果 2024台立法机构 明代选举 民进党内竞争基点 据台湾媒体报道 桃园市长张善政 22号首度到桃园市议会被巡 但是才刚开始不到一个小时 就跟民进党籍桃园市议员杠上 因为市议员指控 桃园市政府局处的工作报告 跟两年前的过渡雷同 骂官员是失位素餐 除了张善政有火气之外 桃园市法务局局长 更气到当场拍桌对抢 态度强硬 光看这手势 就能感受到张善政满肚子火气 才第一次到桃园市议会被巡 就跟民进党籍的市议员杠上 不满被指控失位素餐 桃园市法务局局长 气到拍桌对抢 被请离席时 更疑似怒标脏话 赖米鼎情绪激动表示不满 这事件的起因是 桃园市政府多个局处单位的工作报告 被指于两年前 时任桃园市长郑文灿时期的内容雷同 质询时强烈反驳 但会后张善政也缓假说 会检查报告是否有便移形式的地方 台媒称 写着台行政机构负责人的资历 张善政在去年选战 大营绿营候选人将近13万票 而就任三个月后 台湾TVBS民调显示 民众对他的施政不满意度只有10% 不过却有45%未表示意见 选举得到那么高的票数 来看下一条 继2022年台湾地区实施新制教掌模式之后 今年台军又采取进行走出营区外的训练方式 台湾宜兰陆军步兵第153旅 不移营的首批就地教掌人员 在宜兰县投城镇守备区附近的召集地报道 展开为期14天的教掌训练 台军士兵全副武装 熟悉步枪与机枪的操作方式 为有效提升后备部队战力 台防务部门2022年起 规划以后退先用为原则 优先选用8年内退伍人员 实行年年失训 每次14天的教育召集训练 原先的救治教掌时间为5至7天 新制教掌则采用14天训练 规划以作战区为单位 局部实行 台陆军第六军团发言人史顺文表示 第153旅 今年度首次实施新制教掌 教掌课程自3月18号至31号 映照人数为553人 报道位置不在营区 而是结合战术位置附近就地召集 训练的目的主要是提升 台军整体的后备战力 台军方还表示 此次教掌训练 有别于过往在营区的集中训练 以贯彻就地动员 就地作战原则 预计23号还将配合联合作战计划 进行实弹操演 借此提升台军士兵的临场反应能力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军又发生枪支外流的重大军机事件 台警方在追查台湾黑帮时 竟然意外发现一把台军T-65K2步枪 及大量的子弹 让岛内舆论哗然 对此台防务部门下令清查 表示若真的是台军外流的军火 将追查流向 以相关法规办理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桃园警方日前扫黑 追查黑帮军火库时 赫然发现犯罪嫌疑人 拥有一把T-65K2步枪 及大批子弹 由于上面印有 联勤工厂标志 警方怀疑 恐怕台军外流的步枪及子弹 立刻通报军警单位 并将步枪送交台军方检验 对于台军冲械疑似外流 岛内警方及军方大为震惊 目前正在积极进行 全军大清查 并调查外流单位 台检调警察 以及台军三方 均相当低调不愿多谈 还对外声称 是民间玩家使用的模型枪 目前调查仍在进行 报道称 如果属实 恐引爆台军方大地震 另外该报道还提及 日前台海军所属 龙泉新兵训练中心 传出点四五手枪 被调包成模型枪事件 台海军陆战队99旅 也被发现 遗失T-91步枪 枪击两件 专案处理以后 我会办很多人 而且这个办 会办很多人 掉脑袋 没有话讲 对于台军频发丢枪事件 有岛内网友表示 上位者不正 下面都一样 邱国正震怒 有何用 要掉脑袋 你邱国正先下台 还有网友讽刺说 军纪涣散 还打什么仗 仗还没打 武器跟后勤补给 都给自家人卖完了 也有网友笑称 再过不久 黑道就要试射 天弓飞弹了 除了丢枪 台军出包戏码 也屡见不鲜 据台媒报道 由于台湾南部 九汉未雨水情告急 3月22号 台陆军派工兵 协助增纹水库 进行清淤作业 未料当天上午 台陆军第八军团 54工兵群 一辆大型卡车 在水库底部 载运废土时 不慎翻车 造成驾驶员及车长 脱臼挫伤 两人送医后 目前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综合研究院 在21号发布 2月台湾地区 电力景气指数显示 今年1至2月 全台累计产业 高压以上用电量 较去年同比减少 6.89% 表明台湾景气 持续下跌 推估台湾地区 2月的经济增长率 为-1.2% 据台媒报道 台湾综合研究院指出 由于2022年同期的 工作日数减少 2023年2月 台湾产业生产用电 同比增长 仅为0.62% 此外 受全球景气衰退影响 台湾生产动能疲弱 整体产业 电力景气灯号 继续呈现 象征衰退的蓝灯 分析具体产业 台湾综合研究院指出 2月 多数传统产业的需求 依旧低迷 化学材料业 塑像胶制品业 及机械设备业等 用电量 仍为负增长 半导体业用电量 增长0.44% 为2018年11月以来 最低涨幅 显示产业已经陷入 停滞萎缩状态 推估台湾地区 2月的经济增长率 为负1.2% 台湾综合研究院表示 如今全球经济 面临多重下行风险 冲击台湾地区的 经贸增长 制造业及 非制造业厂商 需求减弱 生产动能不足 景气仍现 衰退阴霾 岛内缺弹状况 持续严峻 民进的当局 靠进口补足 在3月底 曾喊出进口 500万颗鸡蛋之后 台农业部门主管 陈吉仲22号 在喊话 称4 5月份 每个月会进口 3000万颗鸡蛋 民众上菜市场 看到临时摊商 卖鸡蛋 路过都会停下来问 虽然价格稍高 每金110元新台币 但民众还是愿意买 非常时期 就是要吃就要买 都没有 那今天买了几颗 刚挑几颗 12颗 鸡蛋不好买 想买到便宜的更难 目前鸡蛋的批发价 是美金55元新台币 但走一趟市场杂货店 根本找不到这个价格 杂货店鸡蛋比较便宜 但美金还是比批发价 贵30元新台币 而且数量少 一进货就被买光 业者说价格每天都在涨 另外市场鸡肉摊也卖鸡蛋 而业者强调 这是走地鸡 不是龙四鸡 本来就比较贵 盒装美金140元新台币 土鸡蛋则是150元新台币 我的量也不多 就大概一天50盒 少数说太贵 少数先贵 现在缺蛋 然后大家也知道蛋价一直涨 没便宜的只好买贵的 报道称目前台湾地区 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鸡蛋 只来了36万颗 以台农业部门的数据来看 台湾每天鸡蛋需求 约2400万颗 36万颗只占1.25% 难怪台湾民众很无感 而且台农业部门周一才说 三月底前确定有 700万颗鸡蛋进口 但到了周三 又不敢把话说太满 陈姬仲强调 至少超过500万颗 那四月五月每个月 至少都会超过 3000万颗以上的鸡蛋进来 陈姬仲强调 鸡蛋会持续进口 四月和五月会进口 超过6000万颗 但这数量在过去 不到三天就用光 看来台湾缺蛋的情况 还得继续下去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经纪部门电价费率 审议会议最终拍板 自4月1号起 全台平均电价调涨11% 各界普遍认为 此局是考量到2024选举 近日有一份民调显示 有73.4%的民众 不赞成四月起 民生用电700度以上 调涨3% 台经纪部门宣布 自4月1号起 全台平均电价调涨11% 创下近14年以来的最高涨幅 对此岛内网络平台 雅虎奇谋网站 进行的网络民调显示 对于你对今年夏季供电 有信心吗 有高达79.7%的台湾民众认为 完全没信心 仅有2.2%的民众认为 非常有信心 对于四月起 民生用电700度以上 调涨3% 你赞成吗 这个问题 结果显示 有56.5%的民众 认为完全不赞成 仅有8.5%的民众 认为非常赞成 岛内民众对涨电价不买单 民进党当局却说 涨11%不会影响普通百姓 蓝银炮轰 一个家庭开三台空调 或是小商家 很容易就成为 用电超过700度的苦主 你人口比较多一些的话 那么就会调涨 小的套房出租的话 它也会涨电价 民就不可能是 只影响到7% 而是只要你涨了电价 都一定会受到影响 政府真的不要再欺骗人 完全像个诈骗集团 台经济部门此前宣称 被电价上涨冲击的 大概有93万户 但有台媒统计 按照新规中 有关阶梯电价的算法 岛内将首件 亲自投电价 每度超过7.6元新台币 除了耗电较大的 高端住宅外 300万户租房族 也将因共用电表 导致被收取 更高一档的阶梯电价 受冲击人群 远多于预估 就是一个话术啦 50%没有受到影响 我觉得就已经不错 他讲的93% 我觉得是延过其时的高估 这些小商家 其实他们的用电量 绝对都超过700度 不然你真的今天生意不滑 来准备关嘛 民进党当局曾许诺 十年不涨电价 如今政策跳票 电价狂涨 失败的能源政策 导致的苦果 最后通通都是民众 3月22号下午2023 列案新农人相见相创 发展论坛在厦门举办 列案专家学者 台农台企 百度三农创作者 汇聚录道 共商新农创产业 和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优势 共化列案乡村产业 融合发展新机遇 国台办新闻局副局长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 国台办新闻局 二级巡视员刘小辉出席活动 朱凤莲在致辞时表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了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具体要求和目标 我们支持百度百家号 创建了不起的农创人 这个交流平台 目的是让两岸参与 乡村振兴的新农人 能够聚在一起 充分展示新农人 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 所做的努力和成果 进而吸引更多民众 能够参与进来共享机遇 我们希望包括在座 各位在内的两岸的同胞 能够抓住机会 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农业科技升级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新型农业经营等方面 都有更大的发展 论坛上 来自高校 机构 台企等专家和企业家代表 围绕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绿色金融筑农 两岸青年助力乡村振兴等话题 发表主题演讲 一批百度三农创作者 现场分享他们扎根农村创业的故事 他们创业方面的一些很多细节 他们的民宿 每个民宿 他们都有自己的主题 包括他们的就是餐饮 也有自己的特色 这我们在我们大陆 就是在第三产业当中 我觉得还是 我们做的还不够 这方面以后还可以多向台湾人学习 我们做品牌的 最怕的就是千篇一律 对 那刚好我们大陆这边 有这么多的东西 就可以让我们不断地去发挥 我们的灵感 去烧脑 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条非常正确的道路 以本次论坛为契机 百度百家号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海峡人才厦门工作站三方 签订共建协议 携手打造 海峡青创学院 两岸乡村人才 头厌培养基地 并聘请十位 百度三农创作者 担任基地培训师 建立两岸 校地企 常态化交流机制 促进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 像我们永福的话 现在全部都是 二代三代来接受 他们年轻的 有他们年轻的思维 有前瞻性的这个做法 比如说他们这个 这个媒体 抖音 这个视频 他们都做得很好 我希望更多的台湾好朋友们 特别是还没来过祖国大陆的台湾青年 或是台营农或台商 一定要迎来这个新时代的大机遇 一同来到我们福建这个先行先犯 两岸融合的示范区 来实现属于我们自己 两岸农村融合的中国梦 3月22号上午参加 《烈岸新农人相见相创》发展论坛的 《烈岸新农人们》前往厦门湖里新农社区 和海西MCN联岸青年三创基地进行参访 了解新媒体加电商加直播模式 为助理乡村振兴拓展新思路 活动第一站 两岸新农人走进厦门湖里新农社区 该辖区居住了超过300名台胞 是厦门唯一的对台服务试点社区 也是福建省基层对台交流示范点 在四川大梁山 从事橄榄树种植的台青林书任表示 两岸同胞正从交流走向交融 而基层社区就是最好的土壤 借鉴这边的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 我觉得是能够更好的让我们去融入当地 然后更好的从基层支底上面 去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活动中两岸新农人还特别走进 海西MCN两岸青年三创基地 一同观看自媒体达人现场带货 深入了解直播电商运营模式 基地拥有的供应链 平台 达人 内容生产 直播运营 共享直播间等全产业链资源 以及为台湾青年来下就业创业提供的贴心服务 让大家颇感兴趣 台青赖俊豪在成都从事农文旅产业 他说新农人变身主播 通过电商赋能 树商新农 更能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 而且它现在是走5G 6G 慢慢的一直还有包含元宇宙这个概念 区块链 所以其实在新农人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除了做种植农作物之外 我们要怎么样去跟互联网 电商 跨境电商 然后还有直播 怎么样去做一个结合 而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 怎么样去把产品重新设计包装 来自内蒙古的金多 是三农领域的自媒体创作者 多多奇目格 拥有百万粉丝 他认为通过视频分享内蒙的美好 通过直播助农增收 也认识了许多台湾朋友 现在感觉离台湾很近 就隔着一个海 给他们说哈喽 我们家乡能展示的东西很多很多 我相信台湾也是这样的 相信我们两人肯定都是这样子 我们需要太多太多 互相的沟通和交流 然后再把所有的认知差 大家去打通 许多登陆发展的台青 将自己掌握的先进种植技术 社区营造经验 以及文化创意理念 与大陆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结合 在推动乡村多元价值挖掘 两岸农业深度融合中 找到了自我成长的崭新空间 在福建平坦 连接平坦与台湾本岛的 三小时海运航程 原本是两岸最快捷的 海上客运线路 但是海峡号和利纳轮 已经暂停三年有余 令平坦台胞返台 需要承担更多的时间成本 和经济成本 日前离岸航空航点 已经陆续恢复 赛兰台胞们也强烈要求 民进党当局 紧速处理海峡号 复航事宜 这里是平坦澳前的客运码头 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 海峡号就近年停靠在岸边 2020年2月10日 台当局以新冠疫情爆发 以及其他种种理由 暂停了海峡号 平坦至台中 以及利大轮 平坦至台北两条航线 这辆航线停航 至今已经有超过 1100天的时间 那么原本对于平坦台胞 快速而又便捷的回家之路 也变得漫长而又艰辛 来自台中的薛清德 是最早来到平坦发展的 台商之一 海峡号停航前 他每个月都会乘坐 海峡号往返两岸 而现在 虽然海峡号近在咫尺 但回家的路却充满艰辛 时间成本和开销 都要大幅增加 我从平坦回到台中的家 只要三个小时 如果没有这个海峡号 那我现在要回到台湾的话 三个小时 只有到厦门的机场而已 从这边回到台湾 只要500块的人民币 如果我搭着飞机回去 路上的汇用 可能会增加四到五倍 而在平坦台协会长 吴正言看来 海峡号的停航 不仅给在南台胞 带来巨大的不便 也影响了 南台两地的交流互通 许多台青也因此错过了 来南发展的机会 海峡号停航这三年多 其实对平坦的发展 受到很大影响 尤其台湾年轻人或台胞台商 来平坦这边发展变得比较不方便 如今两岸航点已经开始逐步恢复 在南台胞们也希望 民进党当局可以正视大家的需求 紧速促成海峡号复航 台湾方面的各个单位 要听到我们台胞台商的一个呼声 一些不需要的阻挠的动作 都是不该的 我觉得各方面的条件 其实都具备复航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衷心的希望说 早一日的人复航 也加速我们两岸的交流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下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